中国知名的人权律师普志强 被中国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现在被关押在北京市的第一看守所 这引来了美国政府的关切 那么另外一方面 对于越南在南海的争议 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陈国平 星期四说相信双方可以通过和平协商 来解决争议问题 现在我们马上连线美国之音VA卫视 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 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情况 刚才关于普志强的这个案子 美国国务院有什么最新的回应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莎琪 星期三在例行解冒会的一开始 就主动针对普志强的案例 发表声明深感关切 他并且呼吁中国当局立刻释放 所有因为参与六四纪念会的活动人士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 国务院发言人莎琪怎么说 国务院深感关切 有报道指出 人权律师普哲强和其他活动人士被拘留 之前他们曾经参加和平纪念 即将来临的六四周年研讨会 六四发生当年 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 对抗议者暴力镇压 我们呼吁中国当局 立即释放这些被关押的人 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 确保他们的各项自由受了保护 中国在国际人权规范下 有遵守的意义 一个月前刚刚就任的 美国国务院主管 民主 人权 劳工事务的 助期马里诺福斯基 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表示 注意人权的美国外交政策 不但攸关美国的国家安全 也展现了美国的价值观